大家好,我是懷慰診所的吳東陽醫師 我本身是胸腔專科的醫師 專長的領域在呼吸道相關的一些問題 有客戶問到吃飽容易 脹氣打嗝是不是胃酸吏牛症狀 其實這是否定的答案 因為它只是腸胃道的消化吸收的情況有不良的情景 但是它確實會引發有胃酸吏牛症狀同時出現 但是這兩個並不是直接的關係 那如果你本身吃東西有容易不脹 容易打嗝這種情況 那其實最根本源的處理方式 可以尋求益生菌上的幫忙 那益生菌在每個人的身體缺乏的種類都不太一樣 再加上市面上的益生菌非常的繁瑣 只能一個一個去測試你的身體到底缺的是哪一種 當你找到適合的益生菌 就可以很快改善你這種吃飽有脹氣容易打嗝的情況 至於在胃酸逆流這部分的治療部分 目前的健保用藥裡面 你如果做一個胃鏡有發現有這樣的情形 其實它藥物給付的時間就是三到十個月 換句話說也就是說 在治療胃酸逆流這個部分 大概以藥物治療的時間是抓三到四個月 但是這也取決於你的生活飲食作息這一部分 你有沒有達到修正的情況 比如說每次你吃完東西就要躺下來休息 這樣子當然你的胃酸就容易逆流 也就是說有一些不良的飲食習慣都要先做更動之後 去做修正之後再用藥物去好好的治療 原則上大部分的客戶 大概在三到四個月的時間就可以達到根治的情況 可是如果你的飲食作息沒辦法修改 還是維持一個錯誤的情況 那麼你的胃酸逆流的情況當然治療時間就要拉長 那在剛剛回到剛剛的問題 如果在補充益生菌的時候 它跟藥物需不需要分開 可不可以同時使用 其實益生菌是一個食品的東西 基本上跟藥物是不會有任何的交互作用 所以在使用益生菌上的同時 是不需要顧慮使用胃藥會不會有影響 即使是其他的藥物都是一樣 因為畢竟食品類的東西 它本來就不需要跟藥物做一個區隔 有客戶問到當切除大腸洗肉之後 是不是需要每一年追蹤大腸筋的檢查 其實這個問題要回歸你當初切下洗肉的情形 你這個洗肉它在病理下的一些變化 是屬於比較偏良性還是有偏惡性的可能 所以你其實要追蹤大腸筋檢的時間 還是必須跟幫你手術的醫生做一個詳細的討論 因為畢竟每個人身體切下來的洗肉 它的細胞血型態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你是偏良性的部分 當然追蹤的時間就可以拉得比較長 可是如果你本身做出來它的細胞型態 偏比較惡性的部分 當然你追蹤的時間就會變得比較密集 另外有人問到長期使用智酸劑 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就字面上的意義來解釋 所謂的智酸劑就是 抑制胃酸分泌的東西 那抑制胃酸分泌本身就會讓我的胃的地方的 酸性質下降 那本身胃它也是一個天然的防禦的門檻 所以當你把這個胃酸分泌下降的時候 長期來講 第一個 你就容易有感染的機會 因為細菌可以經由腸胃道 直接到你的腸道再去其他地方 本來是有胃酸這個屏障可以做阻隔 而是因為你長期使用智酸劑 變成它分泌的量減少之後 當然細菌就可以有比較多的成員通過這個胃部 而進入到更深層的部分 另外在長期使用智酸劑 除了會容易增加感染的機會之外 據統計上的文獻來講 它也容易造成有容易失智的可能性 也容易造成骨質疏鬆的一些情況 所以以藥物商來講 原則上能不用長期用藥是最好的 可是有些是因為疾病需求的情況 那只能說對於它相關的併發症 物作用就要做一些密切的觀察 再做相關的處理